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些不为人知的小人物 尤其是对于新人或不红的演员 他们常常被置于不受重视的位置 在娱乐圈中 许多曾经获得成功的明星在未被大众所知时 都曾经历过类似的困境 这并非个例 张小斐在同学聚会上遭受同学的嘲笑 前辈和同行也对他不公平对待 甚至在一个明星云集的场合也被冷落 同样 赵丽颖因为出身农村而受到歧视 甚至遭受导演的恶女相像 这些不公平待遇和被忽视的情况并非罕见 更令人痛心的是 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娱乐圈 也存在于更广泛的环境中 比如 一个名为彭楚月的偶像在节目中 不慎引下涂在杯子里的油漆 幸亏有他人提醒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种冷漠和不负责任的态度 甚至延伸到了工作环境中 新人车保罗在无限超越版中 被遗弃在众多大咖之间 面对观众和其他明星的冷眼相待 但他依然坚持真诚地介绍自己的剧本 这种情况并非仅限于他一人 而是普遍存在 娱乐圈并非只是一片光辉璀璨的舞台 它也隐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心酸和不公 这个圈子如同一面镜子 或许反射出的是名利 光纤和辉煌 但其背后却是被忽视和被伤害的声音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领域里 才华和努力固然重要 但更需要一颗善良纯真的心 对待每一位艺人 无论他们是否红 都应该被公平对待 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 娱乐圈才能更加美好和和谐 这个行业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共同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美好的环境 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舞台 黄博观点揭示现实困境 成功前后待遇和人际关系的天差的别 反映出娱乐圈内身份地位的分化 人们在这个领域常常被划分 导致一系列待遇差距和尴尬情况 张小斐在同学聚会上的尴尬经历 以及他在《我是演员》中的竞争和冷遇 展现了娱乐圈内明星之间的交往现状 这种排斥和忽视现象 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圈内竞争激烈和地位 悬殊带来的人际互动难题 本文还提到了一些演员 在事业初期所遭遇的不公平待遇 如彭楚越的火鸡面事件和赵丽颖的经历 这揭示了未知和被忽视的困境 尤其对于刚入行的演员来说 这样的经历可能屡见不鲜 然而 像车保罗这样的资深演员 通过参与节目后受到公众的认可 揭示了即使在娱乐圈中被遗弃或忽视 也可能因公众关注的力量而重新获得肯定和认可 这显示了公众对于演员的关注度 以及对于不公平待遇的谴责 娱乐圈内的身份地位差异现象广泛存在 这在演员待遇和圈内交际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这种差异对于许多人来说既是挑战 也是激励 推动他们不断前行 赢得更多公众的认可 总的来说 在娱乐圈 不同阶段的演员或公众人物都会面临身份地位差异的问题 这可能源于行业内的竞争和地位不平衡 以及在公众关注和认可上的差异化 在这个领域 被忽视或被排斥是很常见的现象 特别是对于新入行的艺人或尚未红起来的艺人来说 他们往往会经历一系列不公平的待遇 然而 公众的关注和支持具有改变这种现状的力量 像车保罗这样的演员 通过节目获得了更多的认可 这表明公众舆论在塑造艺人身份和重新定义对他们的认知上起着重要作用 结语 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 保持纯真和善良的品质是难能可贵的 对于演员们来说 不仅需要努力追求成功 还需要具备一颗平常心 特别是在面对不同阶段的身份地位差异时 一夜成名并不等于长久的成功 对于那些一直在努力的演员来说 他们需要坚持不懈 怀有信念 保持良好的品质 最终赢得公众的认可与支持 2.赵丽颖进照奶油肌优越 看到她的手指甲 这才是当妈妈的样子 赵丽颖复工后的第一场活动 获得了很高的关注度 她展现出了沉稳大方的气质和提升的衣品 再次证明了自己的蜕变 赵丽颖的健身赵也曾晒出 她目前能做100个俯卧撑 体型和仪态都更上镜 此外 她的工作团队也表现出了快速提升的业务能力 每次活动出图都很迅速 新合作的造型师的沈梅也在线 赵丽颖升级当妈妈后 依旧保持适合自己的风格 代言洗发水时 她用披肩编发的形象出镜 非常符合主题 而且她的发量浓密 看起来很有说服力 整场拍摄下来 赵丽颖的奶油肌优越感 在各个角度都表现出来 保养得当 看起来依旧年轻 活动中 赵丽颖收到了一把折扇作为礼物 与她的白色连衣裙很搭 她拿着扇子摆造型配合拍照 展示了让人羡慕的筷子腿 扇子上还印有她的英文名字Zanielia 赵丽颖与主持人互动时也展现出了亲和力 其中一个环节是她用双手遮掩做表情 发际线近景也很饱满 但大家却被她的手指甲吸引了注意力 赵丽颖的手指骨骼很小 有点胖嘟嘟的猛感 最令人喜欢的是她的指甲盖保持清爽干净 剪得很短 参加活动时没有做美甲 赵丽颖最近几场活动的造型中 不管礼服和配饰怎么换 她的指甲盖始终保持干净 自然清新的美 有了宝宝后 赵丽颖一直很不佳 不做美甲和留长指甲盖 也是为了照顾宝宝的方便 这个细节真的很讨喜